哎呀你看我老公呢把孩子藏起来了 藏到姐姐那里去了 姐姐在农村在山里面 跟那些养的这个小鸡小鸭在一起 该到上学的年龄上一万元不让去上 那他也干嘛 他也跟父母远离 寄人离下 所以很多人就没有考虑过 当那个孩子告诉你 哎呀我想说我觉得我是寄人离下 你知道我当时多敏感 我当时怎么样 我历历在目我们扶着一个客户 在他的那个叫做舅妈家 可是他舅妈就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 然后呢家里面有那个吃的都不让他吃 都给他们自己家里面吃 他们也他那个也是离婚的 那这样子这个情况 他多么的痛苦 寄人离下的这个感觉 所以他要去讨好别人 他要很敏感 要察言观色 心理负担好重啊 整天都觉得哎呀我我最渴望的就是赶紧放寒暑假 放了寒暑假我可以去哪里 所以他只要回到家里 他就感觉到痛苦 他就要去逃亡很多人 他要放弃自己 抑抑自己 你要离婚这个阶段 搞的时间越长 那么你这个孩子的身心就会越遭到摧残 所以咱们说呢 当你的婚姻进入到了矛盾冲突危机的时候 尤其要离婚的时候呢 一定要快 这个快呢是两条路 你要么就快速早点去离婚 要么就快速的早点去 停止你们的这个危机 然后呢去修复夫妻关系 大家两个人好好的去把这个日子过起来